女儿听信她婆婆的话 要怀一个胎里素宝宝 看着她因为贫血营养不良晕倒 我实在心痛 开始给女儿做营养餐 孩子生下后 因为早期缺乏营养 患上了新听性心脏病 我女儿她们婆媳俩 去跟孩子说 都是因为我在孕期给妈妈吃肉 她才会患有心脏病 孩子因此恨上了我 把我的高血压药换成维生素 在我病发的时候 眼睁睁看得我吃了维生素后咽气 再睁眼 是女儿贫血晕倒 既然她把她婆婆当亲妈 那我为啥还管她呢 我高血压犯了后 连忙吃药去不见好转 这是我的孙子一脸黑意地坐在我面前 外婆我已经把药换成维生素了 你就别挣扎了 我头晕目眩 想闷为什么 我对于这些外孙子一向是有求必应 甚至是尽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这些外孙 可现在 她却冷眼看得我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我妈妈和奶奶都说了 要不是你再慢慢运气给她吃肉 阻断了胎理素计划 我现在一定是对身体健康的小天才 都是因为你 我才有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眼前外孙猙獰的面孔越来越模糊 再次这么眼 我的眼前竟然是昏倒的女儿 我在怀了女儿的时候就和前夫离婚了 因为前夫运气出轨 在这之后我就拼命工作 想给女儿制造良好的生活条件 可是没想到 女儿反倒是指责我不关心她 只想着挣钱 女儿结婚后很快怀孕 作为妈妈我很高兴 但是没想到 女儿的婆婆非得说 现代流行胎理素宝宝 只要在娘胎里就开始吃素 那么就会生意的健康的天才 大胖小子 我心疼女儿营养不良辣黄的脸 可她每次面对我的关心 都说我什么也不懂 她婆婆才是真的 为她好爱她的女人 而她婆婆每次也跳出来 说不要我独管闲事 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上辈子女儿晕倒后 我着急给她送去医院 医生说 女儿长期吃素肚子里的胎儿 缺乏营养 现在只是贫血晕倒 再继续下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爱女心切的我立马 开始给女儿制定营养餐 女儿的婆婆还因为这个事 找我撒扑过好几回 可是因为前几个月的基础太差 导致宝宝出生下来 就是心听性心脏病 只不过我没想到 他们竟然把所有的锅 都推到了我的身上 重来一次 我也明白了 不是有血缘关系 就值得我全心全意付出的 我看着倒在地上 血色全污的女儿 还是拨通了120 在医院的时候 得到了和前世一样的 整段报告 面对一脸不赞同的医生 我什么话也没说 打电话把女儿的婆婆叫过来 等女儿打点滴转醒之后 把医生得拉过来 医生 您刚刚说的 还是在孕妇面前仔细说说吧 医生苦口婆心地说 只吃素对身体没有好处 更何况 现在还是在孕期 更是会影响胎儿的健康 可是女儿的婆婆王春华 听到这立马就不干了 她扯着大嗓门白了一眼 医生说 这可是我们养生区里 留下的秘方 你们当然不清楚 要我说你们医院就是小题大做 不就是晕倒了吗 我当年怀孕了还下地干活呢 她死命不同意让女儿吃肉 医生面对这种人 只能生气地转身离去 女儿林尚恩将求助的目光转向我 显然是期待我说些什么 可是不等我开口 王春华就依然怪气地说 我儿邪附肚子里 怀的是我老李家的种 就不劳烦你这外人多费心了 要是让我老李家的大胖小子 有什么差错 你可担待不起 我看得嘟嘟逼人的王春华 倒也没像上辈子那样 距离立重 只是平淡道 我相信亲家一定会好好照顾我女儿的 我还有工作 就先走了 不理会身后 王春华反应不过来的挽留 我直接去了公司 以前为了弥补对女儿的忽视 我是在女儿婚后前往你杂 我本人也时时凄理清美 到头来的一切 却是洋良的白眼狼 刚刚王春华想干什么我也知道 无非是想让我继续留在医院里 照顾林尚恩 她是典型的只出嘴的好婆婆 嘴上说尽一切好话 时事是一点都不敢 我怎么可能让她如愿呢 晚上我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她上来就是一通指责 你怎么直接离开了 医院的钱你也没缴 还有 为什么你不跟我婆婆好好说说 不知道我继续吃素 还会晕倒吗 果然你从以前开始 就是冷血无情的人 从来都不在意 我到底好不好 林尚恩一口气说完这些 电话那头安静了 她在等我的反应 要是以前我一定会因为愧疚 人忙认错 并且给她的卡里转账 以示诚意 可现在我只是悠闲地 喝着手中的咖啡 语气不咸不淡 你自己都说了 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 说你婆婆比我更像是你亲妈 但你婆婆给你付钱 不是应该的吗 对面还是没声 好像不敢置信 这次我居然没吃她这招 说完我放下杯子 不等她从震惊中缓过来 继续补到 再说了 你结婚的时候 我给了你一百万的嫁妆 怎么 现在几千块钱 都要从我这里扣吗 你不是说 我只雇的钱不雇你 你现在又来跟我要什么钱 而且你婆婆说了 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好 你怎么不能好好配合体谅 你婆婆的一片苦心呢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 上辈子 我苦口婆心地劝女儿 胎理素就是有谣言 每次女儿吃营养餐的时候 也是搞先得不情不愿 好像都是我逼的一样 没有我的干扰 女儿在她婆婆的威逼利诱下 完美地执行了胎理素的计划 在孩子生下来之前 我不止一次收到了 女儿的求救电话 都是让我把她 从婆婆家接回来 说受不了只吃素了 这几个月 吃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连站起来都发晕 可我每次都是打着哈哈 并且说她婆婆重的做 都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好 让林尚恩多忍忍 还要跟她说 你婆婆天天领你做饭 你应该敢 不应该跳这么多 我彻底不管了之后 女儿反倒是慌了 在我一天下班回家之后 竟然发现 脸颊凹陷的女儿 虚弱地靠在我门口的墙边 她看到我后眼就瞬间亮了 立马想要拉住我的手 不度侧身躲过去了 她一个没站冷 要往旁边倒 我知道 她不能在我这里出事 看得从小养到大的女儿 心中还是有些不忍 我稳住了她 打她浮到屋子里后 林尚恩立马又开始指责我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乐了钱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顾了 怪不得爸爸当初不要你 刚当心中泛起了涟漪 听到她这句话之后 立马消散殆尽 她不是不知道 我一个人养育她又多难 也不是不知道 那些男人伤害我们母女有多深 甚至不愿意 付一个月五百的抚养费 可现在她竟然一脸 理所当然地认为 那些男人没有错 都是因为我才导致了 那些男人的出轨 快点给我做红烧排骨 糖醋里结和大肘子 这几个月 我吃素都要吃吐了 她理所当然地命令 我给她做饭 完全没有注意到 我打着石膏的左胳膊 我进了厨房 在林尚恩看来 我就是妥协了 但是我就直接给王春华 发了信息 你是怎么照顾我女儿的 给她落得过来 找我做肉吃了 你要是不会照顾 我就不让她回去了 这个消息一发出去 那头的王春华 立马开始短期轰炸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 孩子马上就要生了 你要是现在给他吃肉 出了什么事 我拿你是问 不过半个小时 王春华就带着他儿子 赶了过来 两个人像是看仇人一样 看着我 然后嫁走了 完全没有反抗的林尚恩 在林尚恩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孩子早产 因为孕妇在孕期 严重营养不良 生孩子时大出血 差点就没有抢救过来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跟得小耗子一样 弱小得可怜 再加上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医生说这孩子 可能活不过18岁 面对这个 结果王春华直接说 医院换了他的大孙子 还要求做DNA检测 亲子鉴定报告 当然毫无悬念地显示 这就是他的亲亲大孙子 拿到这个结果 他还不服气 说医院作假鉴定 在医院里又是一通吵闹 医生护士全都无语了 当场报了警 警察说 他在屋里取闹 就是造谣诽谤 要进去吃牢饭的 他这才安分了些 灰溜溜地从医院离开 至于林尚恩 生日的孩子 耗费了太多的惊血 直接伤了根等 以后都不能怀孕了 王春华没有得到 梦寐以求的大胖孙子 对林尚恩的态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尚恩得以为 生完孩子 就可以不用吃素了 没想到 王春华硬是说 一定是他的运气 偷偷吃肉了 才导致孩子 变成现代这样子 他现在可是连的鸡蛋 都舍不得让林尚恩吃 至于我给林尚恩的 那一百万嫁妆 早就被王春华 母子俩连哄带骗地 拐到了自己的腰包里 这母子俩月子中心 是肯定不会让林尚恩去的 甚至想把他打包 给我送过来 你看你也不忍心 看得自己闺女和外孙 过得不好吧 我家是没有你有实力 这以后啊 还得你多帮忙才行 王春华脸上 堆着虚假的笑容 恨不得把所有的心思 都摆在台面上 我轻笑 你说的这是哪的话 你们老李家的大胖孙子 对我一个外人养 可像什么话 女儿怀中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脸上苍白一片 她祈求地看着我 希望我可以说些什么 但是我上辈子 已经说够多了 我也不是没有听到 女儿是怎么跟迈孙说我的 她说我是个 只知道干活的机器 眼中没有亲情 奶奶才是对她好的那一人 要不是因为我让她怀孕的时候 吃了肉 那么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于那些 我只能说 就算是亲生女儿 我也不能干涉她太多 毕竟在她的心里 我始终只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提款机吧 把他们赶回去之后 我给自己办理了出差 直接把本地的房子给卖了 顺便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辛辛苦苦 半辈子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一下 中的大多数的钱 都花在了女儿的身上 自己还真没什么太多的积蓄 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 手头多了五百万 拿着这笔钱 我开始全球旅游 期间直接把电话卡拔了 让他们谁也找不到我 差不多完了五年 这五年中 我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不得不感叹 上辈子 我还真的是把所有的精力 全都放在了别人的身上 都忽略了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色 没有看见 回国之后 我重新装回电话卡 这几年 虽然不想看见他们 但我也按时缴纳电话费 保证这张卡还能用 累的就是 等我玩够了 还有细卡 装好卡 打开手机 不出一秒 就看见了各种的辱骂信息 以及要钱的消息 无非是他们 养一个孩子压力很大 更别提这孩子身体不好 需要很多钱去医院治病 这五年 已经花费了不少钱 我这个做外婆的 更应该出钱 贡献一份力量 我刚买这些大致看了一下 一个来电 就在屏幕上亮起 看来这五年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试图联系上我 按下接听键 电话里王春华激动的声音炸开 一下子给我耳膜震得生疼 我赶紧把手机拿出一段距离 但丝毫不影响 听清他那大嗓门 亲家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快点来看他 上安和你大孙子吧 这五年不见 也不说想他们 我一定去 我当然会去了 看看这些胎里 素宝宝现在过得怎么样 关注我 每天更新精彩故事 上辈子 李耀宗虽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但是只要平时不要太过激烈的运动 那么对日常生活 不会有什么影响 再加上我专门雇的营养师 对他制定一日三餐 还有每月必去 下次身体疗养 可以说我把李耀宗样的看上去 比正常孩子还要白白胖胖 可是在我面前的这个孩子 明明已经五岁了 可是看得只有静气 没有出气的样子 身上瘦的都可以看得骨头了 小小的一团 看得像三岁的孩子 至于我那个总是批判我的女儿 如今更是苍毛的不像样子 竟然还有了白头发 脸上的皱纹比我还严重 一眼看上去 哪里像的才刚刚三十岁的女人 看到我的时候 云上那眼睛一下就亮了 她想要冲过来 但被王春华的一个眼神制止了 要是以前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家里耀武扬威 只会跟我顶嘴的女儿 现在竟然被一个眼神就能制止住 看着她身上的围裙 还有下意识讨好的笑 我是真的想问问 是不是掏心掏肺的好你看不上 这得被人虐着来才能舒服 不过这些话都只化成了一声叹息 看着如今格外弱小的外思 我拿出了准备好的玩具 王春华本来是想看的 我能拿出多少钱来 可是看着我拿出一个玩具后 就没有下门 脸色瞬间就阴了下来了 她冷哼一声 看来亲家这些年 真的是只顾着自己过得潇洒了 这五年都没有看见我们药祖 现在竟然一个玩具模型就给打发了 要我说啊 这东西给她麻了也浪费 这知道还能活多少年 身为一个奶奶 当那孩子的面 说出这么恶毒的话 而林尚恩作为母亲 竟然也没有一丝反驳的意思 我看见林尚恩悄悄推了李妖祖一下 弱小的孩子 差脸约没站稳 不过他还是颤颤悠悠地走到我的面前 外婆 我好想你呀 我可不可以跟着外婆生活 这话一听 就知道是谁教的 我蹲下身子 摸摸李妖祖的脑袋 温柔地说 不行啊 你可是你们李家的金孙 哎 说来也是造孽 当初要不是你奶奶非得说 生什么泰里素的宝宝 不让你妈吃肉 你肯定不会长成 现在这种营养不良的样子 看见这小胳膊小腿的 多可怜人 王春华一听 立马就不干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自己要是想吃肉 不会吃吗 再说了 泰里素那可是群里的大事所的 说不定就是林尚恩 自己偷偷吃素了呢 王春华梗着脖子辩驳着 硬是不承认李妖祖 变成这副样子 跟自己有关系 我抓了抹眼泪说 我闺女结婚的时候 我给了一百万 这一百万难不成 还不能让我的大赖孙 吃得好点啊 你看看现在这样子 但凡你大方点 也不至于 让孩子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孩子在我的怀里 可能感受到了温暖 在听到自己现在这样子 都是因为他奶奶后 立马瞪着眼睛 看向王春华 王春华被看得心虚 但是因为自己 像是说一不二的 料下一句好心 当作驴肝肺 就摔门回了自己卧室了 反倒是林尚恩 一脸不赞成地说 要做现在这样子 都是因为他命不好 和胎里素有什么关系 妈你要是回来帮我的 我就不说什么 你现在不是诚心 让我在这家报过吗 我看着他省过来的手 挑眉问什么意思 冰尚恩一脸理所当然地说 这么多年了 你没回来过也就算了 我生的孩子 你作为外婆 竟然一点表示也没有 现在丢我五十万 我就原谅你了 我简直要被这女儿 给气笑了 你真当五十万 是什么大白菜吗 说拿就拿出来 我看了一眼 桌上的饭菜 一眼过去绿油油的 你们还吃素 我妈说了 药祖要是想健康长大 就得一直吃素才行 我还真的是要被他们给气笑了 自然也不会在意 临尚恩口中的我妈 指的是王春华 我不愿再和她都说什么 要走的时候 李药祖拉住了我的衣服 小心翼翼地问我外婆 肉是什么好吃吗 我笑了当然好吃了 现代的小孩都喜欢吃炸鸡 外婆本来还打算带你去吃呢 可是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你奶奶是不会同意的 在李药祖不舍的目光中 我离开了他们家 我没想到 上辈子是全家小霸王的李药祖 如今竟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王春华是什么样的人我了解 在他的心里 大孙子就是一切 上辈子 只要是李药祖想要的东西 王春华也都会立马送到 李药祖的面前 更别提是不是让你要组吃肉了 可现在那孩子 估计连肉腥味是什么都不知道 看盲春华那个态度 也不是爱孙子的样子 林尚恩已经生不了孩子 他怎么会对自己 唯一的孙子这些态度呢 但这个疑问没有困扰我太久 我这亲眼看到了答案 那天下午我出去买菜 路过肯德基时 余光披荐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下意识停下脚步看了两眼 隔着玻璃 我看到王春华和我那便宜女婿 带着一对母女坐在肯德基里 桌子上还摆着我送点李药祖的玩具 那个小孩呆呆胖胖的 一口一个大鸡腿 看样子就是极为和谐的一家三口 我不动声色地拍了照片 按照王春华的性格 外面既然都有了一个自己 极为满意的大胖孙子 怎么还能不穿多他儿子 和林尚恩离婚呢 我不知道林尚恩知不知道 自己老公出轨了 但最近总是接到他的诉苦电话 说什么现在一家的家务 都得自己干 孩子也不听话 总去医院花费的钱也多 话里话外就是让我多少掏点 每次我都是应付着过去 后来他开始采取了环柔政策 说自己以前不懂事 现在才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好 希望我可以和以前一样 不要跟他这个女儿计较了 我听了电话里十分诚恳的语气 立马说 可以呀 那你立马和李天赐离婚 只要你离婚 妈妈的一切就都是你的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想一下以前家里都有阿姨 哪里用得着你动手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 随机我就听见了 王春华的破口大骂 好啊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村多他俩离婚 你信不信我能让你闺女 一辈子都不搭理你 王春华估计以为这样说 就能威胁住我 毕竟我的确只有 林尚恩这一个女儿 尚恩 你终究是我的女儿 你好好地考虑清楚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我可能不了解我的女儿 但我了解人性 果然不过几日 我就接到了林尚恩的电话 他说自己同意离婚 我听得他的言辞恳切 可是微信里却收到了一条长语音 里面的内容简单又握读 是林尚恩和王春华 他们母子俩 一切计谋假离婚 然后林尚恩拿到我的 所有财产之后再复婚 林尚恩与妻还有些犹豫 如果我妈太妨我了怎么办 王春华恶毒地说 那你就给他买个意外保险 到时候遗产和赔偿金 就都是你的了 几条语音发来后 又弹出了个短的 外婆你答应 我要带我去吃肉肉的 好 外婆明天就去带你吃肉 都得不说 李妖总还真的有奶就是娘 我不过就是去了几次 给她带了几个玩具 她就彻底对我言听计从 第二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达李奥祖带了出去 一路上我带她去游乐园 去商场 不过因为她的体质太弱了 所以大多数能玩的东西都玩不了 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别的小朋友笑得欢乐 我看着她眼馋失落的神情 我说外婆带你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 医生给她做了个全面的检查 结果很明了 因为从娘胎里就开始移养不足 再加上遗传性的新天性心脏病 导致她比同龄人都要弱小得很多 遗传的新天性心脏病 医生点点头对 如果从娘胎里就好好养的 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健康生活 你们这家长是怎么当的 这孩子严重移养不良 现在估计吃一个鸡蛋 都不能很好的消化 我们从医院出来后 李妖祖情绪明显不高 我蹲下来说 当初你奶奶坚持胎里素 让你妈孕期一直吃素 可怜你妈都过晕了 但你奶奶生你爸的时候不吃素 你看你爸现在长得多好 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心脏病 其实我也不知道 李天次到底有没有心脏病 不理要做相信就好啊 一路上 她看着健康的孩子们 开心玩耍 还能吃鸡腿和冰淇淋 她始终一言不发 我刻意带她绕了路 正好让她看见了 王春华正一脸讨好的 给一个胖小子买零食 李妖祖看得眼睛直直到 可能她也想不到 在家里一点好脸色 都不给她了奶奶 在外面对别的小孩这么温柔 我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带着她回去了 林尚恩想要跟我一起走 我说你啥时候把离婚就拿了 再来找我 我知道既然外面已经有个健康的孩子 那么王春华就不会让林尚恩和李天赐在复婚 至于他们打什么主意也很好猜 无非是借刀杀人 林尚恩为了彻底取得我的信任 严盲说很快就会到好离婚 他们的速度也的确很快 一个月的冷静期愣是一点都没折腾 而我这一个月开始频繁带着李妖祖到处玩 更多的是让他看着别的孩子玩 每当他想要尝试的时候 我就会说 要不是因为你奶奶坚持胎理素 你现在就能和这些健康的小朋友一样 开开心心的玩耍了 我丝毫不觉得对一个孩子这么说是多么的残忍 我只不过是让他认清现实罢了 而这一个月 我也不经意地带他撞到了很多次 王春华和李天赐带着外面那对母子玩耍的场景 看着像小皇帝一样的孩子 我从李妖祖的眼睛里 看到了不属于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恶毒和嫉妒 一又一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离婚证拿到的时候林尚恩还很高兴 不过我没让他高兴太早 因为我一早就找好律师 准备起诉让王春华归还当初的一百万的嫁妆 我是做生意的 一笑是想得多一些 我是在婚前得的嫁妆 上面写着只是赠予林尚恩一人 林尚恩立马垮了脸 质问我在干什么 王春华和李天赐也没反应过来 指着林尚恩的鼻子就开始骂 好啊 被你这些小贱人摆了一道 何着在这里等着我们呢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不下蛋的母鸡还想着要钱当户呸 这下不管是林尚恩解释什么 王春华都不会信了 他慢慢咧咧地离开 顺便把李妖族也丢在这 看来这个孙子是真的不得他们的意义 我看了一脸怨恨地看了我的林尚恩 食尚无辜地说 你怎么这么看得妈妈 既然离婚了 那当然是把钱都要回来才好 晚上 我听见林尚恩在房间里极尽所能地解释 李妖族用我给他的电话手表 悄悄和我通话 把他们说的一切都清楚地听在耳中 妈在我心里 您才是我亲嘛 他搞这一出 我根本就不知道 要不我们就将计就计 然后我把他的遗产都带回去 他又和王春华说了很多 等到王春华松口后 明显地松口气 不过林尚恩显然想不到 自己被自己的儿子里被刺了 就像他被刺我这个母亲一样 我开始慢慢给李妖族吃肉时 他吃到第一口肉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 想要吃多点 我向征兴地制止了一下 医生说 你这么吃会不耐受的 李妖族立马摇头 恳求没事的外婆 你就要我吃吧 放纵了后果就是 李妖族当晚发了高烧 又拉又吐 我守在他的病床边 十分心疼地说 丧尽天良的 要不是王春华虐待你 你现在怎么会吃一点肉 就病成这样 我知道李妖族都听进去了 他病的这件事 王春华很快就知道了 带了李天赐就闹过来 我好好一个大孙子 才到你家几天就差点死了 这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没有五十万这事没完 我挑眉 还真的是钻钱严厉了 王春华的嗓们的意向很大 这闹得很多人都过来看热闹 他们自然也看见了 躺在床上看起来 十分可怜的李妖族 周围人议论的目光 落在我身上 但是我不慌不忙 这时李妖族醒了 开始大声哭喊 都是你这坏奶奶不给我吃肉 要不是外婆带我吃肉 我都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 你和爸拉带着别的小孩 吃肉我才不要你 这一句话的信息量 不可谓不大 周围人的目光 转移到了王春华的身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不给孩子肉吃 这是怎么忍心的呀 王春华想要狡辩 但是李妖族的嘴显然更快 我好几次都偷看见 你和爸爸半夜在厨房 都吃大鸡腿 我本来以为你是为我好 不让我吃肉 可你为什么带着 外面的小孩吃肉 还把外婆买给我的玩具 都给他 李妖族的眼睛里 全是愤恨的目光 很显然 他这段时间 小小的心灵 都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摧残 什么外面的小孩 你跟妈妈说清楚 林尚恩激动地 抓着李妖族的手 李妖族被晃荡地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可就算是这样 林尚恩还是没有着急 依旧逼问李妖族 爸爸在外面有一个孩子 那个阿姨也比妈妈好看 李妖族虚弱地说 这时候医生赶过来 一把推开林尚恩 开始给李妖族做检查 李妖族熟睡后 医生说 这种情况很严重 你们家长怎么当的 孩子要是真出神妖事 我看你们去哪哭去 可是林尚恩脑袋里 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 他疯狂地给李天赐打电话 想要质问他 是不是真的出轨了 王春华一脸无所谓地说 都是孩子瞎说的 小孩说的你也行 可下一秒 林尚恩的手机里 就收到了几条彩信 是王春和李天赐 带着外面的母子 一起吃饭满耍的照片 林尚恩崩溃了 拿着照片质问王春华 妈 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王春华翻了个白眼 你看看你生的病秧子 你以后也生不了了 难不成你想让我们老李家绝后啊 林尚恩深吸了一口气呢 他怀孕的时候 也是胎里送吗 王春华立马反驳 怎么可能 这大孙子 我们可金贵着呢 说完这句话 他似乎觉得有些不对 可是在家里一向强硬挂了 也没有解释什么 李耀祖要住几天院 林尚恩像是变了本人一样 晚上我想去看他 李耀祖现代的情况 没想到却撞到了转角处 李天赐拉着林尚恩 我是爱你的 但耀祖这个样子 谁知道能活多久呢 以后就把那孩子接回来 我们复婚拿着钱 幸福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我发誓我一定会跟那女人断了的 良久 林尚恩才说你真的爱我吗 李天赐立马保证当然了老婆 我只爱你 好 我不知道他这声好事什么意思 等到两个人都离开了 我才慢慢出来 我手里提着一桶营养粥 林尚恩看得我眼眶就泛红了 妈 你说他怎么能那么对我 他怎么可以出轨 就连孩子都有啊 看得他衰老的样子 我说 男人的妈 都都是这样吗 就像你爸一样 你不是还说 都是因为我太自私了 才让他出轨的吗 现在 你也该好好地 在你自己身上找问题 林尚恩愣住了 显然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他摇摇头 愣愣地说 妈你变了 你变得陌生的 让我害怕 是吗 可之前 你也从没有珍惜过 我放下了保温筒 看着李耀佐的情况 稳定后 转身就走 我开始给林尚恩的同学 发信息 说他最近离婚孩子的情况 也不好 我怕他自己带着出什么事 就想让你们这些同学 过来开导开导他 这些同学也很给力 一个个提着水果 过来安卖林尚恩 可我这个女儿 在上学的时候 就极其了要强 再加上我给她的资源加深 让她常年 年级前时才一双全 更是学生时代 凝时的形象 而现在的她 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同学面前 就好像差了个辈分 她身上穿得 不合时宜的廉价衣服 脸上以为常年油烟 没有保养皱纹单点 显露无遗 她在昔日 可能看不上眼的同学面前 有些局促地搓着衣摆 尤其是 这其中有她当时的情敌 至于我的好亲家 李天赐守着的铁饭满 可让她从结婚的时候 念叨到现在 我收集了她婚内出轨的证据 直接投诉给了她的上级 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员工 最怕的就是这种丑闻 李天赐立马被辞退 王春华天天在家里重骂 到底是哪个丧尽天良的 看不得她家过得好 玩着阴招 现在工作也没了 李天赐不知道抽了什么疯 闹死闹活的 要立刻复婚 不然就要回当初嫁妆 眼看当初的计划行不通了 王春华就更不会允许 李天赐和林善恩复婚 这几天 他们小区里 可谓是连狗都出来看热闹来了 王春华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林善恩的另一面 这姑娘一向是对我大喊大叫 现在也该让她这好婆婆体验一下了 林善恩简单粗暴 满了一个喇叭 就开始坐在小区楼下喊 什么盲春华 纵容李天赐婚内出轨 他们撕吞了一百万的嫁妆 让儿媳运气吃素 现在孩子虚弱地吃一点肉 都能记医院 王春华在小区里的形象 一向都是和善的婆婆 尤其是对自己的孙子 那可真的是 好的没话说 可现在遮羞部被林善恩全都掀胎了 王春华已经好几天 都不敢出能了 最后还是他们撑不住了 同意复婚 这段时间我会经常去看李耀祖的情况 本来只是小小的消化不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治不好 直到林善恩复婚的那天晚上 李耀祖被推去了ICU 经过五个小时的抢救 李耀祖还是死了 王春华哭喊地要来丝绸我的头发 他哭诉都是因为我打断了李耀祖吃素 才不让他死 他坐在地上就开始撒泼打滚 非得让我给个说法 让我陪他们家一个大孙子 陪不了 王春华一听够是来劲了 那你就给我们家一百万部 两百万 对啊你这就是谋杀 我们一定会让你坐牢的 看着他眼中的贪婪 我开向了一旁的主治医生 我想请求调一下监控 你也看到了他们这样的无赖 不可能折我 主治医生眼神闪过复杂 立刻向上级请示 王春华一看慌了 想要阻止却都有一位眼神得置住了 监控很快就掉出来 王春华每天打着看望孙子的名头 大晚上偷偷从衣服里拿出油炸食品 垃圾零食 甚至还有辣条汽水这些 导致李耀族本就脆弱的消化系统 更是不开一击 事实摆在面前 王春华却是一脸我没错的样子 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我 让他趁倒吃点好的怎么了 我是再也忍不住了 心愁就和意气酸 上去揪住王春华的头发 左右开弓 叠他大嘴打字 扇嘴巴的声音 回荡在医院的走廊里 旁边的医生护士 只是象征性地拦一拦 毕竟他们也没见过 这么恶毒的奶奶 我打累了 才松开手 看了牙都掉了几个 埋脸肿胀的王春华 冷声道 我会起诉的 你好好等着吧 可是我没想到了是 自己儿子都被害死了 林尚恩竟然作为家属 主动谅解了 我婆婆也是好心 本来要做身体就不好 现在也算是 让她提前结束痛苦了 王春华还特意跑到我面前 耀武扬勒 你看吧 就算你有能耐 又怎么样 架不住你归宇是个废物 这辈子都会在我的手心里 王春华 露着俩大牙嚣张地说 我冷眼看着她 目前李天赐没有工作 我找上她外面的那个女人 显然这个女人是知道 李天赐有家庭的 只不过 她吹月燕红的指甲 无所谓地说 你说那傻子啊 现在连一分钱都拿出来了 我怎么会再找她 那孩子 当然不是她的 不过还多亏了她 这些年拿钱都把儿子养得 白白胖胖的 哎 她也知这傻子 我说要一百万彩礼 才肯结婚 还真的答应了 她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还真的会吹牛 我把今天的录音 发给了林尚恩 她逗逗地说 怪不得 不出两天 我只接到了警局的通知 林尚恩在饭菜中下毒 李天赐当场死亡 王春华还在抢救中 林尚恩被收监 她说 最近李天赐 总是穿多胎买个保险 保额正好一百万 她不是没觉得不对劲 直到我给她发了录音之后 才知道 自己的保额 就是李天赐的彩礼 等来药族死了 我只想让那个老太婆 付出代价的 我没想杀利天赐 她麻木的脸上 留下了两行内 我没再说什么 从此以后 监狱就是她的家了 至于王春华 虽然被抢救过来了 但是直接半身不随 大脑却极其清醒 她前妻天天在医院重马 后来前辈一个护工骗光 没了钱 自然不会在医院 继续待下去 她被人抬回了家 可是家里没人照顾她 最后被活活饿死在家里 据说她的尸体上 全是溃烂的伤口和蛆虫 死离的星期 被邻居文件意味 才知道人死了 最后被曹操火葬 我看得她的骨灰 喃喃道 下辈子你 还是自己体验一下 胎理素吧 就别祸害别人了 好 你